而對於水源一瓶的風波 大鼓翔瓶也透露了自己一周的心情 他說如果是說震驚的話 可能不太準確 我覺得這個很難形容 非常難找到一個適合的形容詞 自己過去一周以來 一直都處於這種難以言喻的感覺當中 心情相當複雜 大股的言語無法表現 這麽言語無法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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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這麽言語無法表現 這麽言語無法表現 這麽言語無法表現 所以後來自身 阿尼文言語無法表現 我自身也 警察局的協力 全面的協力 所以 所以我覺得這次選擇的感覺很難 但我希望在季節開始 今天就先說得到很適合 所以今天質疑的聲音是 這全是現在可以說得到的 所以質疑的聲音是不太適合 但我希望再次進行 大谷強評召開記者會的神情相當嚴肅 只有專業律師表示 大谷說明的內容比想像中還要深入 不像是在說謊 但是是在非常緊張的狀態下所說的 東京律師菊姊萊向昭日新聞台表示 其實大谷說明的內容比想像中還要更深入 雖然說有筆記 但絕對不是單純念筆記 而是用大谷先生自己的話 菊姊說大谷說話之間 有些地方明顯是在壓抑情緒 偶爾會出現主語不明確的地方 那是想要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卻無法好好的表達出來 翻譯也有一邊確認 一邊翻譯 不像是在說謊 菊姊指出大谷很認真地表達出想說的話 不過說話的速度 比平常還要快 手的肢體動作也變得多 感覺是在非常緊張的狀態下所說的 不只是MLB出現的這個射賭風波 其實之前就有多名的教頭 他們是公開對NBA積極的跟博弈結合 這件事就表達了他們擔憂 那最近24歲的這個暴龍中鋒 喬泰波特就驚喘 因為射擊違規投注遭到聯盟調查 根據ESPN的報導 又爭議的是暴龍兩場比賽 一場是1月27號 另外一場是3月21號的比賽 這兩場比賽 你說巧不巧他都剛好提前傷退 哦 是就讓人覺得中間可能要打一個問號 那其實NBA是禁止球員 在任何比賽進行投注的 違規可能遭到罰款 停賽甚至是終止合約 根據ESPN報導 喬泰波特暫時遭到停賽 而正在接受聯盟的調查 原因是因為他涉及違規投注 有問題的比賽是暴龍1月27號 對快頂還有3月21號出戰國王 在1月27號對快頂的這場比賽 喬泰波特僅僅上場4分鐘 就因為眼部的傷勢加重而退場 而該場他得分掛彈 只有三個籃板跟一助攻 也沒有嘗試出手頭3分 3月27號出戰國王 喬泰波特則是只打了3分鐘 就贏並退場 這場比賽他也沒有得分 只有嘗試出手一次抓下兩籃板 巧合的是對這兩場比賽 喬泰波特的比賽數據 下注的賭客 都是當晚的最大贏家 就由美國運動博弈公司發現 喬泰波特1月對快頂的比賽 有多個賬戶下注1萬到2萬美元 不太合理 因為通常這類投注金額 大約是落在1千到2千美元左右 而NBA是禁止所有的球員跟雇員 在任何比賽中進行投注 違規可能遭受罰款 停賽甚至是終止合約 運動話刊記者曼尼克斯就表示 如果指控屬實的話 預計NBA將會對喬泰波特祭出懲處 好接下來是同樣令人感到震驚的消息 大陸手機軟體WePhone的創始人 在2017年的時候墜樓身亡 在遺書中他指控前妻 向他勒索了巨款還有房產 最後才會把他逼上絕路 而根據陸媒報導 這位金氏前妻昨天已經認罪 根據陸媒報導 死者蘇小茂和迪欣欣 結婚短短40天只有離婚 前妻向他索要了1千萬人民幣 大約是4400萬台幣 以及一處房產 作為離婚賠償 甚至威脅摧毀他一手創辦的WePhone 導致他資金鏈斷裂陷入了絕望 而到了網友 因此把迪欣欣稱為金氏前妻 案發之後 蘇小茂的家屬把迪欣欣告上了法院 根據判決書記載 迪欣欣在離婚過程中 採取脅迫的手段 使蘇小茂陷於恐懼 而做出非自願意思的表示 因此判迪欣欣要歸還巨款房產 而根據紅星新聞報導 3月25日迪欣欣被抓之後 目前已經認罪認罰 本案涉嫌敲詐的金額非常龐大 迪欣欣罪重可能被判處10年以上 好 接下來我們把焦點給拉回台灣 一起看到的是藝人佑勝 他被指控在2016年的時候 對一位女性熟人伸出狼爪 讓他的愛家好男人形象一夕全毀 而今天上午法院再度開庭 停訓結束之後 佑勝被法官裁定了8萬元交保 隨時被法警帶進法警室等候交保 佑勝遭到起訴之後 台北地院今天1月 今年1月首度開庭審理 而佑勝出庭不認罪 但願意跟女方和解 並於開完庭受訪聲稱 事情不是大家傳的那樣子 北院今天上午9點半再度開庭 佑勝身穿一身白衣準時抵達 而面對記者的提問 雙手核實不發一語的快步走進法院 但停訓結束之後 被法官余令8萬元交保 新北五谷在昨天晚上經傳一起感情糾紛 殺死人的事件 47歲的林姓石才批發傷 因為他的女友疑似 是被26歲的前員工給追走了 氣憤的他 將前員工連砍三刀 砍斷了他的頸動脈 而這一名林姓男子 昨天晚間被警方帶回調查 他就公稱說是因為這名前員工 搶走自己交往多年的前女友 讓當老闆的他面子掛不住 才會奮下殺手 我只是想要冷靜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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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有發生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來這邊 在這邊 好 那我等一下 沒關係 等一下 等一下 你先坐著 你先坐著 犯案的林姓男子 是一名新北早餐食材的批發商 而彈姓男子則是他的前員工 在案發前幾天 林姓男子被女友提分手 理由是要和彈姓男子交往 讓肚火狂燒的林姓男子 除了立刻開除彈姓男子之外 在昨天下午3點多 他在帶著水果刀前往 彈姓男子位於五谷區的租屋處 雙方談判過程非常激烈 從口頭爭執引發成肢體衝突 兩個人從屋內打到陽台 而鄰居看到林姓男子手上拿著刀 趕緊打電話報警 警消道場之後破門而入 卻發現彈姓男子已經倒臥在地 頸動脈遭到砍斷 流出大量鮮血 緊急送醫之後仍然搶救不治 而警方調閱監視器之後 掌握了林姓男子犯案後 搭計程車的逃亡路線 在昨天下午4點30分 追到了林姓男子 見他一度想從八樓畏罪輕生 立刻上前壓制逮捕 整案目前以殺人罪嫌政辦 於是 ensemble 社交部的方法 ond và警方調查 劑局 大約 努力